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友邦贝里斯 最后一晚行程 出席贝里斯总理布里仙牛举办的晚宴 两人共同见证盛佩卓综合医院赠交仪式 期待未来有更多合作 蔡总统在完宴致辞时表示 访问贝里斯成果丰硕 稍早他视察贝里斯洋芝品种改良的贝洋计划 看到台北技术合作培育农业专长 打造中美洲第一座现代化高床式洋舍 这正是台湾致力于贝里斯发展的具体例证 蔡总统此行也和贝里斯总理双边会谈 赴贝里斯国会发表演说 并接受参众两院地成友台动议 蔡总统演说时也感谢贝里斯政府 和所有国会议员对台湾坚定的有遗憾支持 两国将持续一起努力 证明民主国家能够互相帮助实现目标 杨幔 杨广 杨广 感谢观看